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囊牌的课程 今天是第三期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创建数组 今天咱们用囊牌创建几个数组 首先说它是数组计算的库 那么今天咱们先创建数组 以后咱们再计算数组 好 咱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用囊牌创建数组 该怎么创建 今天我给您多创建几个 咱们试一试 首先input囊牌这个没说的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声明了一个python的数组 对吧 声明完之后 咱们用np array 把这个python数组转换为囊牌数组 但是我跟您说 这个地方 我尽时给您举个例子 咱们可以把python数组转换为囊牌数组 其实囊牌它自己也可以声明数组 都可以 不是说我只能声明一个python的 然后把它转换过来 不是啊 好 咱们声明完数组 然后打印数内容 同时看一下它的类型 好吧 叫做dtype 咱们这么讲 好像有点不好理解 我直接给您开一个窗口 咱们边运行边讲解 进入我的工作问家 是这样 知道我这个课程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般做这种技术课程 每期咱们尽量不超过三到五分钟了 所以说我讲的咱就快行 因为毕竟都是这个一级一个知识点嘛 对吧 好 拷贝上来 马上就行 存盘退出 脑牌执行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费波纳奇数列 一个一维数组 对吧 然后类型呢 int64 没有问题吧 64位整形 接下来 咱们有整形了 咱们再看看实数型 怎么定义实数 大家请看 我定义数组 对吧 1.1 2.1 3.1 4.1 咱们看我最后这个位数 20点 点几 没写 对吧 是这样在python里面 咱们如果是想写20.0 想写几点0 咱们后面的点0不用写 对吧 咱们就点个点 再把这是个实数 对吧 这是python特殊的地方 好 拷贝过来看一下 轻调整数数组 存盘退出 费过那奇还是 大家请看 1.1 2.1 3.1 对吧 到最后20.0 因为我没有加 这个后面的0 所以说它就标识 这是一个实数 就完了 对吧 float64 幅典型64位 没有问题 OK 继续进行 接下来是个多维数组 多维数组 在咱们这个深度学习里面 太常用了 没有之意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是一行 咱们把它叫做两行 三列 对吧 每列的内容是 123 10 20 30 但是它认为 但是两行 就相于咱们一张图片里 前两行 对吧 好 咱们先少续 马上运行 定义数组非常简单 今后慢慢的计算的时候 这是最好最好的基础 大家请看 这地方 我不但输出了数组内容 同时还输出了一个数组的为数 你长什么样子 这应该出来是两行三列才对 好 看一下 听评 Go 大家请看 两行三列数组出来了 没有问题 然后这地方显然什么形状 两行三列 这个地方咱们要读两行三列 如果以后再有的话 就要读通道数 三个通道 对吧 OK 今后处理图片 我一定跟您说这事 接下来 定义全零数组 咱们如果想定一个数组 并且先把它初始化成都是零 该怎么做 这个也是经常会用到 比如说 生命一张新的图片 然后在图片里面 咱们加一些内容 对吧 咱们一常要一张图片里面 说的位置都是零 对吧 该怎么做 就用这个 NP0 我在这个地方给您声明了一个 一维的五个元素 又声明了一个二维的四行六列 但是全是零 试一下 Go 清掉 诶 这怎么还多了一个 这个 好 清掉 好 注意看 马上运行 大家请看 第一个是一维的 全是零 第二个呢 四行六列也都是零 数数化完毕 没有问题 而且都是实数型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后面加个小数点 OK 接下来 权一 咱们有时想申请权零 有时还要想申请一个权一 你该怎么做 声明一个 对吧 用这个方式 只不过刚才是zeros 现在呢 ones 对吧 都是一 试一试 这非常简单 但是这个APM 您要是不知道 是不是就觉得 我想申请个权一 是不是我定义数组 然后再做负循环 把都负上一吗 完全不用 这个其实很简单 但是就是一个知道不知道的问题 对吧 好 马上运行 够 大家请看 刚刚才的形状完全一样 只不过变成了一了 对吧 那有朋友说了 我这个项目要求 我不能是全一 这个别的数行不行 能不能自己定义 非常可以 往下看 下面就是 大家请看 指定数组的值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三行五列 所有的值都是314 行不行 π嘛 3.14 能不能试一试 完全可以 对吧 好 试一下 清屏 够 大家请看 都是314吧 完全没有问题 比如说有的朋友说 我的图片 我就想都生成25 行不行 把这改成25 就可以了 对吧 比如说咱们的图片 是一个 12乘8的图片 可以吧 有点小 没问题吧 都出化成25 没有问题吧 OK 如果您要想做实数 后面加点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是非常的常用 这是什么 这个是用 这个囊牌的 arrange方法 来生成一个 咱们自己想要的数组 比如说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arrange方法 声明一个 有10个元素的数组 0到9 咱们指定10吗 对吧 所以是 因为它是从0开始 所以是0到9 这个呢 大家请看 同样的函数 5到9 对吧 这个呢 是由1开始到9 但是呢 每次不常跳两个 也就是说 这个数组声明的是 13579 对吧 OK 再想一下 这是从0到9 当然是1 这是0 每个不常是两个 所以这应该是 02468 对吧 OK 咱们试一试 这个声明数字也非常常用 咱们做负群反手 一般都要生命数组 对吧 从0循环到几 循环到几 对吧 经常用得到 这个其实难度都不是很大 就是一个知道不知道的问题 好 试一下 go 出来了吧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吧 0到9 然后56789 跳两位 跳两位 一个从0开始 一个从1开始 对吧 OK 最后 这个函数更是常用 分段函数 什么意思 这个函数 我认为在咱们机器学习里面 是最常用的函数 为什么 因为咱们可能要画测试图形 那么咱们要自动的生成x轴的数据 然后呢 咱们再套公式去生成y轴 比如说今后咱们要做 软度函数的图形化 或者比如说要做 sigmod函数图形化 怎么办 就要用了这个函数 干什么 随机生成xy的坐标 形成一个数组 然后咱们去出一张图 对吧 用matplot出图 对吧 OK 那咱们就看看这个数组怎么用 是这样 我向您说一下吧 这个是指什么 这是指 我from从哪 画到哪 我这相信是说 从0画到24 然后画几个点 它不是这个 这个5不是代表不长 是代表点 我画几个点 我画五个点 就是说 在0到24当中 我一共画五个点 对吧 有五个值 五个元素 试试想 这个非常常用 一般比如咱们要画这个sigmod 从-6到正6 咱们比如说画100个点 它画完之后 然后咱们直接一套函数 这个图形就出来了 对吧 OK 试试想 go 存盘推出 大家请看 0 6 12 18 24 没问题吧 比如说 咱们要画这个sigmod 对吧 我刚才说的sigmod 一般咱们从-6开始 因为再往 再小的话 它就是衰减 就不明显了 对吧 咱们比如画100个点 -6到0之间画100个点 会出来什么结果 注意看清平 go 大家请看 给咱出来了100个点 然后咱们用这些点 去计算外坐标 那么咱们就直接 能把这张图画出来 非常漂亮 一个sigmod的弧线 没问题吧 OK 这个函数 我认为是我今天给您介绍的 所有函数中最常用 而且初学者朋友 可能看参数 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函数 所以说 还希望您能够掌握到这个函数 今后我还会给您讲的 这个matplot 那个时候 咱们会非常非常常用这个函数 请您一定要记住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会放到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下载参照 OK 然后下面是我的官网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您能够订阅分享加转发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